欢迎回来 那么这个系列里面我们还是会讨论2019年曾经论中介组的第11、12和第13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第11题 我们这边有一个六边形 然后我们有个长方形 六边形是A跟区域A跟B 然后我们长方形是区域B跟C 我只在念题目罢了 然后那重叠的部分B呢 就占整个六边形面积的三分之二 然后占了整个长方形面积的降多 所以如果区域A的面积 区域A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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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来做一点假设 这样假设我们会比较方便 所以呢我们有 Led Led 六边形的Area Hexagon的Area 等于X 然后我们长方形的Area Rectangle的Area等于Y 所以呢 Area 我们的RegionB的面积 等于RegionB的面积 这个应该是废话啦 不过这边蛮重要OK 就是 OK 就是Area 从面积的方面来讲 B区域B跟区域B的面积 肯定一样 然后呢我们就会有 它同时讲了 它是 二十分之三个X 等于 十七分之二个Y 那么呢我们从这里呢 我们大概可以来找一下我们 X跟Y的比例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是往左边带 或是两边除Y 然后呢 这个也是往右边带 二十分之三 往右边带 或是两边都除二十分之三 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 2 over 17 over 3 over 20 就会变成 这这上面跟下面都 成 二十分之二十分之三 OK 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 五十一分之四十咯 那么在 呃 为了方便我们 我们 假设 呃 就是X的面积就刚刚好是 四十咯 然后Y的面积刚刚好是 五十一 它的边长是什么 不需要知道 呃 这个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 假设X是 四十了 Y是五十一了之后 我们的区域A呢 就是 不是区域B 那个六边形的 那个面积 就会是 四十 乘于 整个 呃 六边形嘛 对 减掉 呃 等一下 减掉二十分之三 就是区域B OK 所以我们就会有 四十 乘于二十分之十七 会等于三十四 然后呢 我们的区域C的话 就会等于 五十一 乘于 一 就是整个 长方形 减掉十七分之二 是区域B 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 五十一 乘于十五 十七 就会变成四十五 OK 所以呢 我们的A对C呢 就会是 呃 四对四十五 刚好这两个 刚好是区域咯 所以我们的M 就是三十四 然后我们的M 是四十五哦 所以M加N 就等于三十四 加四十五 就会是七十九 OK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第十一题的答案 OK 记记记录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往上走 我们会有一个第十二题 哇很大 OK 为什么这空间这么多呢 因为我想用 等一下 这个 我弄小一点 这样的话应该也看得到吧 我相信你们有势力的 OK 所以呢 这个 所以呢这个空间里面我们会一次过做两题啊 我们的十二跟十三题 所以呢 那我们以致X等于这个东西 Y等于这个东西 Y等于这个东西 求这个的值 那么啊 当然高斯符号 你们应该做多了 应该是要熟悉啊 就是不超过里面的数字的最大整数 所以如果是负数的话就有可能会 负2.6的放进高斯符号就变负3 真2.6放进高斯符号就变2 然后呢 如果是整数的话放进去还是平安无恙这样子哦 所以每次每天都要提醒啊 所以就没办法了 OK 那么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我们这边的X的六次方 乘于Y的立方呢 它基本上就是X的平方乘Y 那么这整个东西再立方一次 那么我们倒不如再去看一下X平方Y它的值是多少咯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找X平方Y的话 我们就会有 X平方YC平方YR 4加X平方YR 乘于29 剪掉4个X平方YR 那么要记得这个50和里面有个4吗 所以就我们拿再猜出来啊 OK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会有4的平方 加上X平方YR 加4乘于2 乘于X平方YR OK 然后我们就会有 29 剪掉4 然后呢 这个52可以猜个4出来 然后除老师就变13 我们这里呢就会有16加13加8个根号13 然后再乘上29减OK这个就变2了嘛 8个根号13 16加13等于29 诶看到了什么东西吗 你看29加8个根号13 29减8个根号13 OK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要用我们的 A加B A-B的公式咯 A加B乘A-B就会等于A平方-B平方 所以呢我们就会有29的平方 减掉8个根号13的平方 就会是841减掉OK 这个你们自己算算一下 64乘以13 那么我今天是算好了 这个是832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是9 OK所以呢我们的 X的6次方Y的3次方 如果放进那个高师符号呢 就会变成 X平方Y整个东西立方了 就会变成 9的立方 放进高师符号等于729 放进高师符号 因为它是整数 所以它除了还是平安无恙 也会是729 OK就是这样子啊 这个是我们第12题 那如果我们第13题呢 OK我写在下面一下 OK第13题 哎呀不应该这样解 72的所有正名数值和码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做这种题目的话 因为这个号码不要小啊 所以你要一个一个列出来还可以啦 OK 不过呢我要再介绍你们另外一个方法啦 你们当然也可以哦 72等于1 1乘以72等于2 乘以36等于3 乘以24 我不阻止你 你可以这样做 不过这个很吃MASA 很吃时间 所以 啊我不建议这样做 那么我来做一下我的方法 OK 我们呢我们把72这样子因式分解一下 我们会得到它是2的3次方 乘以3的2次方 那么呢如果我们要确保就是它的每一个 啊怎么说呢 它的每一个因素被算进去的话 我们就 我们就列一下咯 我们列它的这个 2的那个 这样讲耶 它2的那一米 所以就有我们2的0次方 2的1次方 2的2次方 2的3次方 对不对 然后呢如果是3的米的话 就有3的0次方 which is 1 这两个都是1 3的1次方 3的2次方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给加起来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的答案了咯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在这里看啊 最小的 每个号码最小的那一个 啊因素是1嘛 对不对 2的0次方 乘三的0次方 1乘以1 然后最后一个 我们就还有一个2 然后这里有个3 4 这样子一次类推 你应该知道啦 所以我们 我们只是把这个加起来咯 OK 我们就有1加2加4加8 乘以1加4 3加9 所以呢我们就会有15乘以13 这个题目的答案呢 就会变成190 不是 195 那么这个就是第13题的答案了 当然我们 呃这题也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啦 OK 所以我们就第11题 12题跟13题的讨论就到这里咯 然后我们下个影片里面会讨论第14 15还有16题 我们去好好做一下准备 我们下个影片见 我们14题待来我看一下 14题在这里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by bwd6 我们下个影片ращ召论 快速摆下 我们下证明了 我们下证明了 我们下证明了